3月5号 中共大数据领域的重要人物 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创办人刘冬浩突然死亡 因为涉及国安领域 刚举警称是意外离世 但没有说明刘冬浩是死于何种意外 这是继人脸辨识专家汤晓鸥 去年12月中旬突然死亡后 又一个为中共研究大数据的知名专家死因不明 中共军方9号推出一支宣传影片 称绕过中共网络防火墙看被封锁网站会被处罚 影片中详细介绍的翻墙步骤 以及需要下载的软体秒变焦学片 事件发酵后发布方紧急下架 并推出修改版宣传片 不过当晚修改版仍然遭到下架 中国机车大佬松崽机车创始人张小雷 日前在网上实名举报 中国车企比亚迪公司创办人 公司党委书记王传福 称他出轨女高管育有私生子 并且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资产 比亚迪公司以及王传福 还没有就举报事件做出回应 目前该影片已经被抖音删除 去年拍片指控台湾乐团五月天 上台演唱会假唱的中国音乐博主麦田农夫 近日宣布 他经营的假唱鉴定系列收摊不干了 称担心有人拿篡改过的音档陷害他 引发许多网友不满 质疑如果连音频真假都判断不出 就是误导与诽谤 一句我只是民间的个人 把自己摘得干净 让五月天永远陷入风波 真让人生气 西唐人亚的电视这里报导 西唐人亚的电视这里报导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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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